70多年前,面对世界头号空中强敌,人民空军刚组建的空四师为了和平正义,以毕生的决心和勇气打响了抗美援朝空战第一战。 辽宁丹东是一座抗美援朝的英雄之城,鸭绿江水蜿蜒西南,静静汇唐成中朝两国的戒河。 鸭绿江上曾经并列横跨着上下两座雄伟壮观的大铁桥,人称姊妹桥。 70多年前,美国远东空军狂轰滥炸,鸭绿江下桥被拦腰切断,留下一座见证历史的断桥。 1950年6月25日,震惊世界的朝鲜内战爆发。 第二天,杜鲁门下令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同时派美军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 7月7日,美国不顾中国政府多次警告,联合其他15个国家组成了所谓的联合国军。 7月13日,中央军委就做出了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主建东北边防军,这个决定当中同时确定主建东北军区空军司令部。 此时,新生的共和国尚在强保之中,战争的危机却紧逼而来。 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狂妄地叫嚣,我只要用一只手就能赢得朝鲜战争。 在他看来,联合国军拥有几十万装备精良的现代化部队,而且牢牢控制着朝鲜上空的制空权。 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远东空军拥有作战飞机一千一百七十二架。 与之相比,此时人民空军才刚刚组建起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空军第四混成旅,一共装备各型飞机一百一十九架,连美国远东空军的零头都不到。 这个时候的人民空军既要建军又要打仗,面临的挑战十分远俊,毛主席高瞻严重,提出慎重出战,在战斗中成长,移民自已,不必惊人,抓紧实际锻炼部队等重要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正确方针确立以后,选什么将,用什么人,以什么样的标准抓落时,成为最为关键的问题。 朝鲜战争爆发的那一天,正是刘亚楼走马上任人民空军司令员八个月的日子。 1949年10月25日,中央军委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 11月11日宣布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 我父亲1910年出生在福建西部米西山区五平县平津战役结束以后, 我父亲在这个时候被周总理、毛主席留在北京参加组建人民空军的任务。 这一年他刚满39岁,刘亚楼兴如烈火,雷厉风行,人颂绰号雷公爷,治军极眼。 即将组建的人民空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重要军种之一, 其地位作用不言而喻,空军司令员非将帅之才不能担当。 作为东北野战军参谋长的刘亚楼, 协助指挥了辽审战役,直接指挥打下天津, 又是老空军,其辞理能力是得到公认的。 他还兼任过我党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老航校的校长, 同时呢,组建空军,要引进苏联的经验、技术、人才。 刘亚楼留过苏,懂讹,打起交道来就很方便。 事实证明,刘亚楼出任人民空军司令员绝非偶然。 刘亚楼领帅空军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决策。 刘亚楼总是能积极主动,创造性的贯彻落实党中央毛主席的决策指示。 毛主席希望空军一年内建设起来。 刘亚楼带领空军将士应试三十天就建起了六所航校, 半年内培养了第一批航空人才, 并且组建了第一支航空军部队, 之后呢,又抓紧组建部队。 熟悉当时情况的人都说呀, 他们像编息法一样建成了人民空军。 1949年7月10日, 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 要求用一年的时间组建一支空军攻击部队, 掩护渡海, 准备第二年夏季夺取台湾。 重任在间却困难重重。 此时仅由缴获接收过来的老旧飞机159架。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 还有一所东北老航校, 一共培养560名飞行和技术人员。 这就是人民空军起步的全部家地。 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和关心空军的建设。 1949年7月底, 党中央专门派纳亚楼、 翟云英、王毕、 李立平到苏联进行具体的商谈。 毛泽东对这次谈判寄予厚望, 临行前亲自为代表团践行, 并打开一瓶葡萄酒, 亲手给每一个人斟满, 然后举起酒杯, 殷切地说, 预祝你们顺利完成任务, 为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干杯。 刘亚斗深感这杯酒的分量。 1949年10月16日, 代表团访书回国, 带回了封锁的谈判成果。 苏联签约, 答应卖给新中国434架战机, 派遣878名参加, 答应为人民空军创建六艘航校, 为人民空军在一年内培养350名笔芯员。 1949年10月18日, 仿苏归来的刘亚楼走进中南海。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 音音嘱咐说, 亚楼同志, 空军的基础很差, 起步的快慢, 关键的一条是看航校办得怎么样。 你当务之急和首要任务, 是选好办校人。 人民空军最早的航校, 基础设施是非常薄弱的, 航财非常缺乏, 包括航空所需要的一些油料, 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缺乏的。 可以说我们是在白手起家, 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 要建立我们自己的航校。 那时候, 新生的共和国财政极度困难, 但党和人民政府仍然勒紧腰带, 投入巨资, 开办六所航校, 这在当年是很不容易的。 最可靠的人, 办最难办的事, 刘亚楼很快拟出六所航校的校长名单, 同时报请从全军精选航校政委。 两所轰炸级航校校长, 一个是起义人员旗帜刘善本, 另一个是留苏学习航空的共产党员刘峰。 四所驱逐级航校校长, 分别是陈希、吕丽平、方子义、安之敏, 都是抗战时期, 我党在新疆利用特殊同战关系, 培养了一批红军飞行骨干。 1949年10月30日, 刘亚楼主持召开第一次航校校长会议。 时任东北老航校飞行训练科长方子义, 缺席了这次航校会议。 五天后, 他才奉命来京, 面见刘亚楼。 当方子义听到司令员, 要求他25天办起一座航校时, 惊恶不已。 但这位把信任看得比山众的老红军, 选校职, 建机构, 抓机舰, 硬实拼着, 掉汗, 掉肉, 掉队的尽头, 创造了25天办航校的奇迹。 1949年12月1日, 六所航校全部如期开学。 然而时间不等人, 半年之后, 朝鲜战争爆发。 1950年9月15日, 美军登陆人川, 战火剧烈蔓延, 猛扣中国东北大门。 1950年10月8日,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签署命令, 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 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准备率军入朝作战。 然而, 意想不到的波澜出现了。 空军支援地面作战的问题, 始终是中共中央决策出兵的一个重要的考量。 1950年10月2日, 毛泽东质电斯大林, 告诉他出兵朝鲜的决定。 没有想到斯大林推翻提供空中掩护的承诺。 这意味着, 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在完全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下展开作战, 事关重大。 10月18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高级军事会议, 再次研究出兵援朝的问题。 这次会议上多了一个身影, 那就是年轻的人民空军司令员刘亚楼。 毛泽东最后说, 不要再等着苏联同我们一起抗美援朝了, 我们务必先走, 没有任何援助, 我们也要出兵。 毛泽东的坚定意志, 感动和影响着斯大林对战争趋势的判断。 1950年11月1日, 苏联最终派出航空兵部队, 到中朝边境鸭鲁江地区上空, 担负防空作战任务。 然而,此时的人民空军成立不到一年, 刚刚组建起两个尖机机航空兵师, 一个轰炸集团, 一个强击集团, 作战飞机不到200架。 飞行员在喷气式飞机上平均飞行时间不到20小时, 没有任何空战经验。 1950年10月19日, 彭德怀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鲁江, 开赴朝鲜战场, 开始了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 这是一场血肉筋骨, 对抗钢铁炮火的较量。 第二次战役开始后, 美国远东空军更加猖狂, 昼夜不停地进行狂风滥炸。 志愿军只能咒服夜出, 作战行动受到很大限制。 志愿军暂时说, 我们受够了美国飞机的欺负, 我们宁愿不要津贴, 也要有自己的飞机。 彭德怀愤闷异常, 志愿军将士迫切需要空军的支援。 消息传来最着急、最痛苦的, 莫过于身为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了。 年轻的人民空军注定要在战斗中成长, 但是这第一仗究竟怎么打, 刘亚楼必须慎之又慎, 因为面对强敌, 他的目标是首战必胜。 欲制兵者, 选将为要, 谁来肩负首战重任? 1951年3月15日, 刘震出任志愿军空军首任司令员。 刘震是自以奥尔松的司令员, 他带领的部队坚定数量多, 以能打用战而闻名, 被誉为东北猛虎军。 10月28日, 率先参战的空四旅成立, 随后又改称为空四师师长方子毅。 方子也特别钻研飞行, 他也不愿意当着尾飞, 飞要飞行, 他在空四师微信里头, 空四师由他培养出来。 全师一共2000多人, 夏侠十团, 十二团, 一共拥有作战飞机62架, 而持团28大队又是精锐中的精锐, 这是人民空军精心打造的一把 首战利剑。 大队长李汉, 副大队长李信刚, 飞行员赵明、张红清、 孙岳坤、宋亚民、 楚福田、吴奇、赵志才、 魏梦云, 他们绝大多数 出自东北老航校, 是第一批学会 飞喷气式飞机的优秀学员。 当时选定的是在北朝鲜的机场, 北朝鲜的机场基本上被美军都炸光, 常庆坤副司令是组织抢秀机场, 有一次他被美军炸, 被埋在防空路里, 闲邪遗难, 后来就采用隔江驻达, 越江驻达, 在国内的机场驻部队, 飞过亚楼江去作战。 1950年12月3日, 经过深思熟虑, 刘亚楼将慎重出战的作战方针, 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 得到毛泽东充分肯定, 批示刘亚楼同志, 同意你的意见, 采取稳当的办法为好。 同一天, 空军下达命令, 要求空四师以大队为单位, 轮番进驻安东, 进行实战锻炼。 命令下达之后, 刘亚楼放心不下, 又给空四师发出了一封长文电报。 打第一仗是非常关键的, 证明空军建设以后, 整个是不是能够参战, 能不能作战, 能不能和初战配合, 所以他身世熟虑, 甚至集业都不最好叫的, 来考虑这个问题。 所以他那个不怕麻烦, 不怕虚导, 所以大家说破破破破, 实际是种非常仔细, 非常应征。 电报的结尾, 刘亚楼又一次叮嘱说, 这次参战, 是我空军破天荒第一次, 要十分谨慎小心领导之, 绝对不能马虎行事。 1950年12月21日, 市长方子毅, 率领28大队进驻浪头机场, 年轻的心无谓奸血, 沸腾的血渴望一战。 连续五天, 李恒他们跟着苏联友军起飞以后, 连美机的影子都没碰到, 李恒他们是非常着急, 非常焦虑, 这时我们的四项政治工作发挥了强大的威力, 通过深入的宣传教育贪心, 让我们的飞行员坚定, 就是要从战略上藐视敌人, 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同时在技术上要找到破解敌人的办法。 1951年1月21日, 美军20架轰炸机, 飞抵朝鲜北部的宣传上空, 轰炸铁路运输线, 方子毅一声令下, 荧光闪闪的米格战鹰, 腾空而起。 李恒这次出局动作非常的果敢坚决, 他采取的是典型的尾后攻击战术, 就是想办法它绕到了敌机的左后防。 定制400米处, 三炮起发。 然后这架飞机呢, 拉着黑炎就掉了。 这一战, 取得一个机伤美机的战务, 就在人民空军历史上是第一次。 李恒这一炮非同小可, 打破了美国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极大激励了空军将士的战斗士气。 接到战爆后, 刘亚楼立即发来赫电, 中国人民空军是能够作战的, 是有战斗力的。 这架飞机在中国人民九条军空军的战士中间呢, 还是有它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的。 首次击落机伤敌机的那名飞行员, 李恒驾驶的飞机。 八天之后, 美军轰炸机又汹汹来犯, 李恒带领八架米格战鹰, 再次腾空迎敌。 李恒跟在空中与美国的F-84遭遇, 那边也是个编队, 我们是个编队。 李恒最初也准备采取这个尾后攻击的战术, 准备迂回到美机的后侧进行攻击。 但是双方发现的距离比较近, 形成了对冲的开始。 在这种情况下, 李恒是集中生智, 就直接驾机向美机的编队冲了过去。 结果对方的三号机和四号机, 没见过这种打法。 慌乱之中赶紧做规避动作。 规避的过程中, 辽机四号机跑了, 三号机就被李恒给咬住了。 那么李恒实实咬住这辆三号机, 三炮齐发, 就把这个飞机打得是当场就爆炸, 对了黑人就掉下去了。 这是创造奇迹的一天。 1951年1月29日, 米格飞机击落F-84。 十天之内, 年轻的人民空军一共击落机商美机三架。 消息传到北京, 毛泽东兴奋地说, 空军的首战胜利, 政治意义远远超出了军事意义。 朝鲜战争对于美国人来说, 是一场苦涩的战争。 抗美援朝对于中国人民而言, 则是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 英雄无畏, 标志着一支军队的精神高度, 一个民族的硬骨头就是打出来的。 首战告捷, 抗美援朝空战的历史, 因此翻开了崭新的一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